Hello大家好我是姚竹我在新西兰 在新西兰呢跟大家聊聊这里发生的事 那么大家都特别关心啊 最近尤其是说问这个中国留学生现在能不能回来了呀 很多人都给我私信 那么之前呢看在还是挺乐观的 但是最近一个月不是有一些反复吗 那么就是数字又开始有新增了 那现在的情况呢 其实是有9000名西区西兰留学生 他们已经持有这个新西兰留学的签证了 但是他们现在是在海外 那教育部长呢最近发了一封这个邮件 然后给各大的学校哈 那么就说在下个学期啊 可能是不会让留学生回来的 这应该也是不是可能 就是明确的说不会让留学生回来的 那么教育部长呢在电子邮件里是这么说的 说今年7月8月 国际留学生呢将不会返回新西兰 就并且是肯定的说 说我们希望呢可以就是开发一些合适的模式啊 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小批量的学生入境 接着呢在2021年的陆续慢慢增加 就是学生可以返回来这样一个情况 AOT的校长说呢 是因为新西兰呢在抗 就是抗击疫情的这个情况之下 做得非常成功 所以呢大学的申请学生反而是在增加 那么可能就是说 很多小伙伴在国内呢 他就很看好新西兰的未来呢 也就选择新西兰留学和生活 那他们就增加了这些申请 说高达了50%之多 有的学校甚至说更多啊比50%还要多 那么AOT的校长说呢 如果没有学生回来 他们将会在2021年啊 将会面临一个5000万纽币的收入 这样一个大的缺口 所以这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如果现在有些朋友 他们你们现在是在当地的 那么又想学习 然后是以国际留学生的形式去学习 我觉得这个时候去申请你之前申请不到的学校 或者说一些比较有高难度的专业 倒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我觉得如果我想去读一个什么 在这个非少竞争的一个情况 去申请一些学校或专业的话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处 我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但是呢 新西兰的这个学生会的联合会主席啊 就说有很多的问题呢 是需要解决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要给那些已经在新西兰 没有办法完成学业 已经支付了学费的学生退款啊 要不然他们回不来也上不了学 这个钱还收着呢 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 OK 我们先聊到这儿 拜拜